好,那我們中午來我們住的地方旁邊來找一下這間餐廳來吃 希臘餐 對 希臘餐 它這邊吃的就是類似捲餅吧 對對對,披薩這種的 我們點了一個雞肉的披薩 它有豬肉、雞肉、牛肉 然後副餐它可以選Potato或者是Fries或者是沙拉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飲料這樣16塊錢 我也覺得對我們來說餐廳很好的就是它沒有低消 它那個一定要點一份主菜 這樣我們等一下再可以再去吃別的啊 這點就很好吃 我也覺得看起來不錯 裡面有生菜 有雞肉 還有你也喜歡的醬 超白醬 在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呢 也有這間金蝸牛 非常有名1832年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它們有非常大的蝸牛 6顆要28塊 好貴喔 我看裡面的人吃的好好吃 我看看它這邊還有特別的也是那個二甘醬 我可以進去吃6顆嗎 好的 28塊也是很貴的 很貴耶 租這個腳踏車的秘訣就是要按很大的 它這個好難按喔 可是我很喜歡在巴黎騎腳踏車耶 路線規劃的好好的 它那個路線的規劃很好耶 有的時候汽車到底腳踏車道還要小 腳踏車有雙向道 現在在我們後面這個呢 是在西提島上的聖母院教台 然後它現在正在整修 它這座教堂是在1163到1250年間呢 建立了一個哥德式的天主教教的教台 中國的過來人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前幾天這邊就是火燒 所以現在在整修 對 它施火是在2019年 對 目前預計的是在2024年 我們剛才環了腳踏車 可以看得到現在聖母院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這是我以前想到要來巴黎 我最想要來的景點就是這裡 因為我覺得看那個中樓怪的很酷 我跟你講進去 在聖母院旁邊有一個景點就是這個 沙士比亞的書店 超酷的 對 然後這旁邊還有一個咖啡廳 然後它這個沙士比亞的書店 它是1951年開閉的 然後裡面才有賣新書的二手書 然後還有越野區 可是裡面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裡很多人在這邊排隊進去 所以想要買書 看能不能買到他們喜歡的書 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個法國經營品來逛一下 嗯 連鎖店到台灣了 好 啥呢 好大間喔 這裡賣腳踏車的相較多 非常多耶 有差 有不同種腳踏車是自射 電腐車 然後前面那區也是一整區的 賣腳踏車的 妹裡你看這個 好酷喔 電腐車耶 對它不是電腐車 它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而且還可以載人 有腳踏板 而且很漂亮耶 這裡雙手咖啡館 在這個聖日耳曼教堂旁邊 有雙手咖啡館 那我們要去前面的花神咖啡館 現在快要換到我們了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排隊的時候 在那個樹那裡 大概五分鐘 對 大概五分鐘 因為它裡面位置蠻多的 我看外面也蠻多空位 對 如果是好天氣請 大家應該都會選擇做外面 現在比較太難了 對 感覺非常有名氣耶 聽說裡面價錢是比較貴的 就連比較貴的價錢是非常貴的 我們現在在花神咖啡館裡面 然後它這邊的餐點就是有一些甜點啊 主食啊 還有很多種的咖啡館 然後它這邊很貴 價錢真的是非常高 對 真的是觀光客在來的 對 不過但是看我剛才看 像一杯拿鐵 像一杯拿鐵就要6.4塊錢 不過它這邊有名字 它就是也是歷史悠久 然後像是很多以前的名人 都是來到這邊 藝術間 對 還名威 滿好吃的 OKOK 我也覺得滿好吃的 畢竟它還是法國的甜點 百年好變 對不對 哇 有一種左岸喝咖啡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從花神咖啡館出來 我覺得它便宜跟咖啡是不一樣的 可是它價錢就是真的有比其他間的高一點 來朝聖的 不過我覺得雖然它價錢比較貴 但是如果說 來感受一下這個歷史的咖啡廳 然後來嘗試一下在這裡喝咖啡的這種感覺的話 這還算是可以接受 OK Cool Thank you Dear What can we need anything else? No Now that's it Perfect Thank you Perfect 好險 我剛才就在猜我們可能有一台沒有還 沒有還到 還好它這個會講英文 所以這個要還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 我們一直都是租兩台車 然後結果我們剛才就只租了一台車 對 另外一台車就不能租 所以我們肯定是有一台沒有還到 對 然後我們就打給客服 客服說 就確認我們是不是兩台都還了 就還在同一個站這樣子 對 客服也是說我們可能有一台沒有還好 對 但是他說有給我們一次的機會 對 可以讓我們把上一筆給取消掉 那這一次就可以再租兩台 但是就這一次希望 對 就是要看它上面有寫還好囉 羅丹美術館 我們現在來羅丹美術館 要去看那個城市 要錢吧 對 哇你後面的夕陽好漂亮 我們剛才看了一下羅丹美術館呢 進去 其實到它的花園也是要付門票13塊 對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等一下要去搭船 比較沒有空 對 然後現在已經4點半了 他五點就關門 再個月再去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 搭船 巴黎鐵塔那邊 然後現在去搭船 然後你後面那個呢 就是拿坡倫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還有商賓院也在這邊 對 我現在住的地方 對 很美啊 你看那個金碧輝煌的頭 對 好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看愛菲爾鐵塔這個戰神廣場 這邊 這邊有人 可以買票上去看啊 對 但買票上去就是看市區的景 對 是我的話我會覺得 去買別的地方的票 然後看這個巴黎鐵塔 對 那裡有第二層 然後還有第三層 對 哇好壯觀喔 跟到天上看起來 真是不一樣 近看跟遠看就是不一樣 好那我們在KK Day上面 直接進入一個 有聖誕河的船票 他就會給我們QR Code 直接到了3號的港口這裡 這個就在愛菲爾鐵塔前面 不用排隊門 有一個興奮的感覺 拉出來 我好興奮啊 上樓 他這個船呢 一樓呢 是室內 然後這裡有超多位置 都是這種位置 然後有廁所 跟販賣機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二樓 二樓就是這樣 二樓 二樓超級厲害 大家都坐在這裡拍照耶 很美耶 很冷耶 很興奮耶 好 而且我們選的這個時間是要傍晚 對 可以看得到白天的景象 然後等一下也可以看到晚上的景象 對 然後這遊合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對 上面很美但很冷 真的 看到那個日落的顏色好漂亮 對啊 我覺得可以選四樓 有一點人 然後我頭會不會撞到 沒有說贏 我覺得很美耶 跟這座山看有一點相似 好好玩 然後這隻船上 他也有結束了獎金 可以用手機登錄的地方 他就反正邊遊步 然後邊介紹 看他就邊經過哪裡 然後就邊跟我們介紹 這樓在中間的船上 這是唯一的時間 我們現在搭這個船 就是過鄭伯苑中間 這個小島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回頭 繞一圈 然後再回一圈 我們現在才在那邊 搭這個時間很不錯耶 就可以看到白天的起燈 晚上的景象 搭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這些燈都亮起來 好美喔 然後一路上的房子 都很美 都很美 還有燈 路燈 都沒有電線 超級漂亮 然後這裡就是把手機的那個 之前照片全部都刪掉 不然的話實在是太好拍了 超級好拍 而且拍起來很漂亮 正點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亮亮的 六點 對啊 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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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好 怎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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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